由于多数小学生没有接种冠病疫苗 教育部对小学的防疫措施采取更谨慎态度 教育部将在这个星期教持时候 宣布是否延长目前的小学居家学习措施 教育部长陈振生在国会答复议员提问时说 过去几个月的经验让当局有信心 在学校出现确诊病例时能够更针对性的处理 他也说当局对小学和中学居家学习安排的考量 有所不同 当局将确保来临的N水准 考试安全进行 但不会另做特殊安排 教育部早前宣布配合小六会考 小学生从9月27号起居家学习 并将在下个星期一才回校上课